中文投资网 美股诗盘网红达人 召集令 开始 你有多年的美股交易经验吗 你能言善道有很强的表达能力吗 你是基本面的强者 还是技术面之王 欢迎加入成为美股网红达人 李王区 中文投资网 美股网红达人 召集令 报名为一 微信温文王2016 下一个Jason,Bren,Wayle就是你 ChineseFN.com 一个赚钱的网站 ChineseFN.com 一个赚钱的网站 欢迎大家收看 第二期的挺高啊 当然了 ChineseFN ChineseFN.com 一个赚钱的网站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美股富豪节目 那么在咱们节目开始之前 先听一下今天的收盘 大家好 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Will 今天还是我来为大家做一下美股试盘的总结 首先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整个大盘情况 从大盘的情况上来说的话 三大指数高开低走 没有能够呈现出之前预想的一个 我们预想的一个良好的行情 而且在早盘时候还是 像标普是短暂测试了一下 2448点以上 也就是200天均线以上的位置 50天均线以上的位置 就迅速出现了一个回落 而且在盘中的一度是有涨转跌 在尾盘的时候才勉强翻回 翻回到上涨的趋势里头 而且基本上是一个收平的 涨幅也不大 从目前的盘面上来看的话 现在多方显得非常的谨慎 并没有足够力量向上推动 标普实现一个突破性上涨的行情 这也是现在比较面临尴尬的情况 而且这两天的波动 实际上是在8月22日 整个的一个大跌的波动区间里头进行波动 所以说从目前的波动性来讲的话 也没有呈现一个放大趋势 也就是说现在实际上美股市场 还在进行一个方向性的选择 但是这个方向性的选择是朝哪里选 我们现在还不能够提前进行预知 另外的话在盘后出现了一条重要新闻 就是日本方面对朝鲜连续发射导弹 进行了一个强硬的表态 而且这个表态的反弹力度非常强 导致大盘的期指 在盘后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回落 这也是对明天的美股市场 形成了一个压力因素所在 因此我们在这个实盘操作里面说 一定要加上一些应对风险的因素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风险上升的过程中 黄金的走势往上走得非常的明显 今天黄金早晨的时候就一跃 突破了1300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整数关口 而且这次突破突破的非常扎实 直接占到了1110美元之上 因此的话我们从记录图形上来看 黄金下一个阻力点位是在1340到1350一线 这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空间 因此的话我们相关的黄金的股票 其实是我们可以重点选择的一部分 像我们美股市盘网红直播这个老师 就在上周五的时候 基本上都已经纷纷开仓了黄金的股票 就是已经看到了黄金在之前 想进行突破 但是缺乏一个决定性的力量的时机 结果上周五一加 这周一就直接涨上去了 这个时间点把握的是非常的精准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油价 原油今天是再度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下挫 这样的一个下挫 跟之前我和大家解释原因其实是一样 因为这个下挫实际上就是由于这场飓风导致的 飓风席卷了整个德克萨斯州 导致德克萨斯州的大部分的精炼厂停产 这样的话很多交易员在短线上开始 是疯狂的做多汽油 这样的话是我们可以看到汽油价格的期货 在今天环比上涨了2.5%以上 盘中最高是涨到3%以上 而做多汽油以后 这些交易员势必要选择一些标记 来进行风险上的对冲 那么他们选择标记就是做空原油来进行对冲 这样的话原油就等于在没有实际上需求面改变情况下 就发生了一个大跌 今天盘中最深跌幅也是超过了3% 不过在盘后很快就有一定的复苏了 从这个地方也能看出来 这个是纯技术上所导致的一个情况 并不是在基本面上产生了变化 另外今天原油还有一条基本面上的利好消息 这条利好消息就是俄罗斯和欧佩克国家 决定协议再延长三个月的限产时间 虽然说这个限产协定或者限产时间 对于从实际效果来看基本没什么作用 但是起码是向市场表了一个态度 所以说这也是今天原油在之后能够反弹的一个比较重要原因 另外的话从今天的个股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中概股普跌 这是现在市场里头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 中概股的大跌就等于告诉我们 在之前一路高跟猛进的中概股像阿里巴巴 像这个学儿优就代码TL 他们这一轮的上涨应该是已经暂时告一段落 现在正处在一个调整的环境中 因此也需要这个欢迎朋友们多多注意 在调整过程中千万别轻易入场 只有在反弹信号确定以后 才能够去看到他们这个入场机会 另外一个生物制药板块在今天得到了一个非常强的提振 因为这个比较著名的这个医药厂商 GILD一举宣布收购KIT 而且也是等于纯现金的收购 因为之前我们知道 GILD它从药品的研发的角度上 已经实际上是落后于跟它规模和程度类似的 像BIB像AMGN这样的股票 但是它的一个优点就在于 它手中握有非常多的现金 它并不一定需要自己研发药 它只要及时有一个收购 就等于把另外一边的这个专利能够拿过来 这样的话就能够补充自己的产品线 所以说它这一次的收购 可以说是这样的战略的一个实施 而且导致了KIT股价一路飙涨 今天涨了将近30% 直接逼近了180美元 所以说之后的这个行情 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关注 以上就是今天的魅武说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听 好的 听完咱们收盘 这个估计于这个录收盘的时候 还没发生这个事吧 录收盘 就是我刚才录的 威尔老师录的没有 还没发生这事 但是威尔老师录完这个事之后 这个三胖就配合了一下 发了一枚导弹 发了一枚导弹 而且这枚导弹在前面三颗导弹失败 两颗失败 一颗半路爆炸的情况下 这颗成功了 成功的飞越了日本上空 当然了 这是好像是消息出来 但是最终落实不落实 还有一个问号 那么我估计 今天三点 一个导弹飞过去的问题 我感觉三点 第一点 是这个三胖说了 变飞了 没设计飞那么远 到日本就行 我预计 它这个射程准度 精准度 可能还达不到这个水平 要不然飞 飞不到 要不然就飞过 可能火要蓄多了 也许是往韩国打的 结果打反了 这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问题 三胖会看图 三胖会看图 三胖估计 开了股市的期值 开了UXY的option 直接就55倍就上去了 然后开了黄金的期货 预计它是这样的 然后它想了 我怎么也得把我这个 做导弹的钱挣回来 这是第二个感想 第三个感想是说 为什么部署在南韩的 萨德系统没有反应 为什么部署在 日本的美国在那的驻军 对这个导弹没有反应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 刚才我跟万岳校长 我们俩人说 我说这个点对点 那个事太难了 太难了 你想想得多精准呢 它才能够办 半途上拦截一个高速 高速飞行的这么一个点 所以说呢 这事说着挺神乎其神的 科技的 当然我个人感觉 这事实验起来 我发 他说了 我这拦截系统 那我冲功率达到90% 那行了 给你发10个核弹 你弄过去 一个你也受不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个人对这个事 突然间就是跟校长聊天 什么的 就有这么三个感想 有这么三个感想 三胖有点 有点玩死签那感觉 没准今天晚上 美国就太晕了 这个也没跟 也没跟 而且呢 这个昨天我看了 昨天前天看了一篇文章 说三胖现在怕暗杀 然后呢 说是前克格伯的特工 现在贴身保护的 贴身保护的 当然不知道是 前什么国 克格伯呀 克格伯 俄罗斯的 俄罗斯的间谍组织 然后那个 有这么一条消息 所以说呢 化 房间 化 让我慢点 我有点接受不了 房间1330了 我是说 1400可能得运行个 两个月多长时间 现在30点就上去了 行 咱们在这个 咱们简单说了一下这事 还是让布洋老师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的盘面走势 我也不介绍了 刚才威尔老师说了一遍 我刚才录完收盘 大家可以回去看收盘 收盘白录了 我们就直接说说重点就行了 这个黄金 我们呢 很早就埋伏进去了 还是 终于是上来了 然后今天呢 黄金涨了这么多 然后我们 重仓 这个也不是重仓 就是 我是重仓 你重仓 你重仓 但是我没在吃饭 烦 对 这三老师重仓的这个 NUGT 我们现在就可以说代号了 然后呢 我清仓 我30%的仓位 30%的仓位 但对我来说挺重的 然后 然后威尔老师买的DDX 对 也是黄金 在上个周五开仓的 对 然后整个呢 其实大家都赚钱了 周五我们三个人统一了一下 然后我们说 行 咱们就提前布局 然后三胖呢 已经说完了 对 然后我们就提前 提前埋伏了一下 踩在 踩在三胖那间马上 跟咱们一块赚点钱 这个日线形态上 黄金终于是突破了1300 我们说了这么长时间 就是等1300的这个 突破点 现在终于是突破了 日内呢 是连续三次 相伤突破 两下 现在这是第四次 已经第二天了 1330了 1330这个位置了 我今天呢 NUGT 赚了10% 10%的时候呢 我减仓了三分之一 我减仓三分之一的NUGT 为什么呢 我就一个理由吧 就是 如果明天回调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明天回调了以后 首先我不知道回调的力度能怎么样 我不知道回调下来之后 我到底是该减仓 我还是该平仓 我还是该加仓 我不知道这一点 那我不知道的话 我就先减仓 先减仓之后呢 不管明天怎么样 涨了的话 那更好 那你就顺着就往上涨就好了 如果没有继续往上涨的话 回调了 逢低我可以加仓 这是建立在 我前提要先减仓的这个技术上 所以这是我NUGT操作的方法 但是 问题不大 咱不跟三分说好了 礼拜三出货 NUGT的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 它无论是什么时候回调 也许明天回调 也许后天回调 也许大后天回调 它终究会回调一下 回调的时候呢 也许就不在这个点位了 但是 无论回 那个时候我们会拿周线去跟着它 不知道什么点位回调 但是回调下来之后 一定还会再往上走高的 黄金破1300的这个走法已经很明显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美元指数 这是太惨了 直接就是 好不容易形成的这个支撑 又在这个地方又破位了 这一旦再破的话 哎呀 下一个我们先往90块钱下方看 190 那下一个可能就是80 要灭国了 80啊 如果按照这个形态来说 咱还不按最高的 还不按最高点 只是按这个量幅来说 如果从这个净线位直接破掉94 94上点的话呢 是100 大概是100出点头吧 16个 6点 94 6点 94向下 至少要看到88 至少要看到88 如果按高点算的话 那还底 那还底 很有可能就忘了这个 这个上边缘去 84 84 你挺狠的 挺狠的 我这个 这次三胖还没割合的头呢 三胖可能一会发信息说 不好意思我刚才打错了 那怎么办 这个美元我们暂且画这样一条支撑 这个大约是在89块钱这个地方 就这么两个点的支撑 然后呢 如果这个再破的话 那可能就真的要往这个 84块钱这个地方走了 我们再等等看吧 盘后呢 这个黄金刚才真的 哎呦我天 又差了1%啊 那我们的这个黄金明天 高开是没有什么悬念了 高开肯定是正常的 然后三大指数 明天基本上是跳空低开的这种现象 大家注意是跳空低开 这个时候呢 就有一个问题 如果是跳空低开下来的话 明天指数一定会有缺口 会有缺口诞生 那就有向上去弥补缺口的可能了 所以我明天我们开盘之后 还要再注意一下 等一会儿再先注意一下日经 对 还有一个啊 这个布朗老师说了 咱们所有收看啊 这个咱们美股富豪直播节目的VIP朋友啊 注意啊 盘后如果有一些仓位比较重的 位置比较高的仓位 一定盘后有机会减一些 有机会减一些 只要不是恐慌性指数 不是黄金类的产品 那么有机会就减一些 避免明天递开之后 一去不回头 避免这一点 所以说呢 在这个位置上要 要多加注意 行 盘后这个恐慌性指数已经到8%了 这是要火 哎呦我天 这个走势太好看了 对 这个拉高之后回踩 碰碰碰一下 这有点像你的XXIA 对啊 现在 我现在也是在犹豫 我刚才一直在盘后 一直在看盘后 我那两个小垃圾 已经都调的缩量 都缩的 没东西了 太漂亮了 这个恐慌性指数的盘后 走得太漂亮了 实在是 如果大家做7指的话 这个盘后 这都可以 日内交易短线很快的 对 哎呀 纳斯达克今天好不容易 涨了0.23% 在盘后7指 又是呈现一个下挫的状态 我们看一看吧 纳指的7指 在5750点 这个地方有一条支撑 看看能不能撑住 然后从这个 整体的方向性来看呢 纳斯达克的7指 还是围绕着一个 上行的通道 我们看一看 这一次上行通道 能不能给破掉 你说这一次 能不能破掉 总的来说 时间稍显的 还是早了一点点 还是早了一点点 直接破掉的概率 5700吧 5700点不近 所以纳指呢 还是在一个 很漂亮的上行通道里 我们看看 明天呢 能不能给破掉 最主要的是看看这个日经 还有韩国指数 包括中国 大家 他们是怎么处理的 别弄成一个恶性循环 到了美国这 就完蛋了 对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 看咱们直播的朋友 有高价位的 有高价位的 位置比较高的 有仓位的朋友 适当的 让我捡一捡 适当的捡一捡 UXY简直是 都疯了 对 反正今天还有点 这要往下走的 对 今天我还看 我说 我说这个态势 基本上差不多了 这个大盘也该弹了 然后这个 VUXY的话 在这个位置上 已经开始大分横 UXY开始损耗了 已经看到这个苗头 结果呢 这个三胖在关键时刻 踢了一脚 全部重挫呀 行吧 明天我们看看 其实今天盘后 这么一弄的话 今天一天行情都白走了 没什么行情 然后所有的这个华尔街的 你的数据之类的 全部都打乱重新来 明天再继续关注吧 对 这个 也没什么了 就数钱吧 明天 明天数钱吧 明天数钱 这个 还是提前布局吧 总体感觉 也确实没什么可说 确实没什么可说 今天苹果9月12号定了 是要开发布会 然后呢 出新的品种 苹果的走势度 还是挺漂亮的 这个 在高位这个位置上 不断的去向上走高 他盘后怎么样 然后159 160 还行吧 跌了几块钱 这一天反正就白走了 白走了 什么 一夜全回到解放前 对 明天呢 这个 这一次的下跌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我们要看一下市场有没有buy's deep的情绪 如果这一次真的是庞仓一下 再刷一个阴线的话 能紧接着再往上拉高 那么恐慌消散 市场还会走高 但是如果就这回下来了 就破位 就完蛋了 那就开始阴跌慢慢走了 下半年可能倾向有一个调整了 甚至到明年年初都有可能会调整 对 等等看 这个挺好的 有一个暴跌或者暴涨 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试金石 然后另外一个呢 我们说一下原油 原油涨了0.37% 没动多手啊 按道理说的话 要打仗 这个原油是要涨的 对 这个我一直在想 我就想不明白 为什么 哈维把整个的 这个休斯顿 德克萨斯州给搅成那个样子 然后呢 原油去确实呈现了一个暴跌的一个 气油暴涨 然后呢 我找到原因了 冰火几冲天的是 九冲天是几冲天的 我找到原因了 其实这个哈维呢 确实把他的这个 这个炼油啊 和原油库存的东西 不一样的 它影响到了是整个的炼油方面 但是呢 因为有这个飓风的因素存在 会导致需求下滑 会导致 那大家 那不问你买了 或者怎么样的 由于这方面呢 有所需求下滑 那你这方面的需求一个下滑 或者东西运不出去啊 等等等等的 它会导致原油库存不断的增加 原油库存一个增加的话 预计啊 具体数据我记不太清楚了 但是 根据最新的数据 上个周涨了77万桶 上个周一周 预计会每天增加 100到250万桶 这些我觉得都是理由 都是理由 真的 那我跟你说一个 那块产油的产油地区 已经发洪水了 不管有多少库存 运不出来 对吧 你说市场需求小 运不出来 那也会造成 短暂的这种油价的走光 对吧 别信着 我跟你说就别信着 宁可相信咱们自己的判断 也别相信华尔街这些 对 我反正是这种感觉 这个我信 你说汽油为马长 不是 就因为拿船去救这些人去吗 他也不是 就是 说到底啊 说到底啊 就是落实到供需上了 对对 就是落实到供需 大家呢 你是说炒作的供需 还是产品的供需 产品的供需 产品的供需 这个 对于这个产品 哎呦我的天哪 你是冰 我是秀才 开玩笑 开玩笑 这个反正这个是我周末 我在这个周末 我看到的 我想不明白 到底怎么回事 你想一个周末 你就想我是冰 我懂了 至少有个理由 能给我解释一下吧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 风越来越大 然后对保险行业 是一个绝对好的打压 然后预计啊 这个哈维可能会对 整个保险行业 造成一个超过200亿的损失 这个是allstate 在美国商业 商业这个保险 还有房屋保险当中呢 占有市场份额最大的是state farm 然后第二的是allstate 这个allstate它今天下跌了1.49% 直接就有点倒行那感觉 已经是倒行了 这个地方在这儿 今天呢还行 没跌多少 才跌了1.49% 嗯 没事 这导弹跟上了 哈哈哈哈 行我们对导弹跟上了 嗯 那保险更得完蛋了 对啊 所以说看吧 还是那句话 我得看看盘后去 看看有没有需要平仓的一些东西 那个趁着盘后 大家还都熟睡的时候 我赶紧把仓位弄弄平一平 然后看看能不能再加仓 NUGT 哈哈哈哈 基本就是意思吧 就这样了 嗯 那成 那咱们呢 这个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今天的美股富豪 再继续关注我们的中文投资网的 十盘VIP 我们现在不仅仅是 这个盘中的这种直播了 那个盘后 盘后我们也要跟上 盘后要跟上 没有大波动啊 就不跟了 但是呢 确确实实 今天盘后的波动非常大 波动非常大 NUGT都问40了 我很欣慰 哈哈哈哈 直接直接就 9块钱 30% 差不多能达到 这个好多朋友说 Jason你正吹牛 我就是吹给大家看一看 哈哈哈哈 行了 还是那句话 想咱们一起共同学习 共同提高 在市场面前呢 我们永远是学生 永远是学生 高兴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保持一丝冷静 这个损失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保持一丝乐观 所以说呢 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中文投资网的 十盘VIP直播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 ChineseFN.com 中文投资网 一个赚钱的网站 这边 人游戏 人游戏 准备 人游戏